大家好,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我是大佬B 尿妈记赋予店结业,令到不少香港人都觉得非常可惜 尿妈记是香港家传户晓的八年老字号 他出产的赋予更加吸引了不少名人名声光顾 早前,尿妈记卷入食安风波,发现纳让牙包干菌超标 事件令到尿妈记生意一落千丈,声誉尽毁 但是,现时两方是各执一词的 负责人就觉得报告有误,想讨回公道 而食安中心就反驳不认为有问题 直至到去7月18日,有市民发现油麻地的店铺外面 贴上了结业,停止营业的字句 其后,第四代传人尿房业也都证实尿妈记结业的消息 大家好,又来到油麻地新闻简报,我是大佬B 正式开始之前邀请大家like了这条片,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建设性留言,当然不少得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还有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一有新的新闻和不同的娱乐消息 都会和大家一起讨论和分享 尿妈记这个事件,有些网民觉得非常不抵 很可惜,而亦有些市民立刻将自己手上持有的富裕 赶到店铺希望可以退货 最近有知名品牌都在同样的时间卷入食安风波 到底是检测的过程中有问题 还是品牌本身真的出现食物安全的风险呢? 尿妈记在香港日纳多年,在1905年已经创立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香港著名品牌 多年来坚持以股法制作富裕 尿妈记现在已经传到落第四代了 但是卷入了食安风波的缘故 令到百年基业的生意一落千丈 无奈黯然离场,不少人也觉得非常唏嘘 首先,我们看回事情的始末 在7月4日,食安中心首次发布了食物警报 在西营盘零售点抽取的尿妈记赋予样本里面 发现里面有过量的纳让牙包港菌 样本每刻含有13万个纳让牙包港菌 而指引方面就是不可以超过每刻10万个牙包港菌 所以是多了,超了标 因此就要下令将有关的批斥,回收和下架 而当时尿妈记也非常合作 将受影响的批斥全部下架回收 事件爆出之后,当然令到尿妈记声誉受损 负责人也饱受精神压力 更加上到东张西望大控诉 老板娘尿太表示 曾经获得食安中心职员致电告诉她 含菌量其实是低于标准 说可能因为零售伤放不当 所以才令到含菌量增加 而尿太也说食安中心没有澄清 质疑报告是有错误的 希望食安中心可以撤回报告 不过食安中心不但没有澄清 更加在7月16日再次发出食物安全警报 报告说7月9日的时候 他们再去过尿妈记油麻地的门店 抽取以上样本进行过检查 今次的结果是非常之吓人的 上次是每刻13万个牙包港菌 今次是每刻130万个牙包港菌 足足多了10倍大幅度超标 而老板娘尿太也继续批评 今次的检查结果是非常之不公道的 因为网上公开的检查内容 并没有按照规定标示最佳食用日期 但就有列出产品的此日期前最佳资料 也没有附载到产品图片 当时在东章西网里面 尿太认为抽查的样本是来自一些零售点 可能是零售点它们本身储存得不好 而引致到今次结果的产生 但食安中心就没有因此而继续跟进或者澄清 所以尿太觉得心灰意冷 已经有萌生到结业的念头了 讲了那么久 到底什么叫做立让牙包港菌呢? 又是不是一个非常之稀有的细菌来的呢? 原来立让牙包港菌 是一种可以生产包子的细菌 最佳生长温度是30度至37度 又在涉事4度以下就会停止生长 而它其实是存在在很多环境和食材里面 例如蔬果和一些香草 含量一般就比较低 不会导致食物中毒 刚才上一段看到原来在4度以下的低温 立让牙包港菌就会停止滋长 那如果高温或者煮食又会不会杀死它呢? 原来不但不会杀死 在高温的情况下 立让牙包港菌还会快速繁殖 而食安中心表示 如果吃了过量的立让牙包港菌的食物的话 那就可能会有身体不适 例如是肚拖或者是呕吐 那对于尿妈记忽然之间在油麻地的铺头门外 贴上了结业的启示 那负责人就说 因为家长辈也不堪压力 所以做出这个决定 目前已经遣散了传店十多位的员工 也都盖探可能是天意 尿妈记方面就这样说 因为收到警告之后 正常都不敢再生产 希望看看有什么改善的方案 也都看看食安中心有什么指引 当时食安中心给了一些指示之后 他们就做了一个样本 因为被指超标十二倍 所以就要按食安中心的要求改善 之前是未试过用这个方法去提交样本的 而这个只是得一瓶 不存在所谓的批词 因为由头到尾只是给一瓶食安中心 一边商尿妈记方面就说 食安中心有派员教他们 怎样去制作赋予 亦都给一些安全指引他们 但是另一方面 食安中心就否认 从来都没有向尿妈记提供过任何的指示 尿妈记第四代的传人尿访叶阿J 继续回复传媒说 当时食安中心是有派员解释的 就是有些专家走过来 跟着他就解释 怎样用这段来做赋予 那就死了 而食安中心就澄清说 在7月4日进行巡查的时候 发现了部分的原材料储存方式不当 以及包装区域的卫生状况未如理想 增加了食物污染的风险 食安中心就为此向负责人和员工 进行了食物安全卫生教育 要求制造厂必须要全面检视和改善生产流程 当中包括妥善保存原材料 和尽快使用已经被稀释的材料 到底谁是谁非呢? 食安中心就说从来没有给过指引 但亦都在澄清里面说过去巡查的时候 教店家如何去储存原材料 就这件事 尿妈记虽然已经决定结束营业 但亦都会在下星期 举行记者招待会交代事件 尿妈记因为今次的事件 在短时间内决定结束营业 令到很多人都大感震惊 第四代全人仍然年轻 到底他们如何维持生活呢? 亦都有人揣测是因为家族拥有了传动物业 就算不做妇与生意 亦都不受衣食 而尿妈记的老铺就在油麻地敏街 实际位置是鄰近观充街路段 步行就可以去到阿士甸站和西九龙站 再加上鄰近港铁佐敦站 在这个地理优势里面 令到他们的放租收入都非常理想 传媒更加估计 尿家每个月只收租都起码稳待20万 近年来 女法局亦都好希望将本土的文化推向国际 将香港传统介绍给每一位游客 所以尿妈记亦都曾经登上女法局的网页 女法局推广项目 香港大城小区西九龙曾经推荐过尿妈记 是该区的景点之一 不过相关的网页近日已经无法显示 这个宣传片仍然可以瀏覽 片中介绍了赋予可以茶面包 煮齋菜 拌饭 甚至是煮卡邦尼意粉 至于网民和街坊的意见 亦都比较两极 有些人就立即开车 希望可以赶到尿妈记那里 买到一些绝版的富裕 网上亦都有消息指 绝版的富裕已经炒到一倍的价钱以上 但是看回尿妈记的Facebook 里面的留言亦都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表示很失望 亦都有些说他们不注意维生 顾问论怎样都好 香港又少了一个传统的经典品牌 怎样都是损失来的 未来的事件发展 就要期待下个星期 尿妈记负责人的记者招待会 亦都要看下食安中心 会不会就此再作回应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频道 给个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建设性留言 当然不少得follow我们的社交网站平台 包括Facebook和Instagram 还有娱乐油麻地的Facebook群组 我们有新的消息 就会再跟大家发布和讨论 下次节目和直播再见 拜拜